來看到下面兩個遏職的狀況 竟然都是發生在警察身上 有人民保護酒駕 另外還有遠景涉嫌性侵 我們現在來看到全臺的遠景 動起來嚴格抓酒駕 沒有想到抓到自家人了 新北市新莊分局的偵查隊長 古新明 昨天中午跟朋友聚餐喝酒 晚上以為他的酒退了 就自己開車到臺北市招朋友 路上碰到了遠景藍茶 發現他的身上有酒味 最後酒側發現他的酒側值高達零點六 被遺公共危險罪嫌移送遞檢署 這名酒駕的偵查隊長古新明 去年才一路從郊區的瑞芳淡水分局 調到了繁重的甲級新莊分局 沒有想到身為警官不愛惜羽毛 知法犯法 雖然在事發當下 第一時間就通報分局長層層上報之後 新北市警察局也立刻作出懲處 酒駕的隊長除了繼大過之外 原本主管的年度考基都是保證假等 現在因為酒駕直接被列為丙等 同時也會撤職改掉內勤